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古达汉语课的内容 先讲虚论 虚论部分主要谈四个问题 一个问题 我们这门课是一门什么样性质的课 简单的说 古达汉语课是一门工具课 是一门语言工具课 所以它不是一门知识课 这是大家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 需要反复的警戒自己 警醒自己 这是一门语言工具课 我是要掌握阅读古书的能力 通过这门课 那么一年之后 我能够拿过一本现状书来 粗粗读去 能够把握大意 而不至于出入太大 那么这算是 我们这门课 你学的 有小成 有小成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学习古达汉语 第三个问题 怎样学习古达汉语 其实怎样学习古达汉语 就从这句话 这个落脚 就是读书字 识字识 我们多识字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建立非常清晰的历史观 我们知道汉语是 一直不断地在发生变化的 无论它的语音 还是词汇 还是语法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 从甲骨文一直到现代汉语 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那么不同时期的文献 一定具有那个时期汉语的基本特点 所以我们读任何一部古书 首先需要知道 在那个时期汉语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知道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个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内容 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有很大的差异 也就是说文化背景 社会背景 在不同的时期 也是不同的 这样呢 我们在读一部古书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了解 那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读懂这部古书 最后是简单地谈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教材 还有就是课程安排 这个教材很多同学 我看都已经买过了 就是郭锡良先生主编的这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 但是这套教材 我们会补充一些篇目 补充的篇目 那么在这个课程开始以后会陆续地发给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很多内容完全不限于这个教材 但是基本的知识架构还是用这个教材的 特别是这个古代汉语常识部分的内容 都是依据这个教材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门课的性质 要讲这个古代汉语的这门课的性质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古代汉语 因为汉语远远流长 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 文献的连续性是世界其他文明没有的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文献 从甲骨文时期一直到现在 延绵三千多年 始终没有中断 因此我们不能说 凡是这个古代文献使用的语言 就是古代汉语 这样说就太笼合了 因为即便是从这个 不说这个地下出土的 只从传世文献来看 比较早期的像上书 像诗经大概都是公元前七百年 公元前七百年以前的文献 那么到现在也有差不多将近三千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来认真地探讨 理清一下古代汉语这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 汉语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 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合集第14138版的内容 这一版是讲的在物子这一天 这个占卜师呢 进行占卜 这个占卜师的名字叫做雀 他真问 他真问 就他向这个神来问 地即四月令雨 天地会在四月的时候让这个下雨吗 命令下雨吗 在甲骨文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令雨令风令雷 而且能够令雨令风令雷的都是地 所以这个地就是古人设想的 在上天能够掌管自然界的一个自然神 这是正真 接着来反真 从宝丁的角度来真 说地伏齐即今四月令雨 天地会不会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不让下雨 这个齐字是一个比较疑问的语气词 读过甲骨文的同学都知道 在甲骨文当中没有疑问带字 没有疑问带字 所以表疑问通常都是用这种疑问副词 放在动词前面的疑问副词来表达 好 下面是指的伤云 伤云呢就来甲骨 说应该是在丁这一天下雨 不会心 不会心就说他认为心这一天不会下雨 作为丁就是下面的这个丁油 过了十天到了丁油这一天就真的下雨了 云雨就确实真的下了雨 我们注意到这里面这个雨都是动词的用法 是不是 在甲骨文里面这个雨就是 那么有的同学说这样一个字形表示的是雨水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事件呢 还是表示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水这个事物本身呢 其实古人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 到现在汉语当中 才用一个动词下再加上一个雨 有些人也知道在上古时期这个雨还有一个读音就是读欲 读欲是表示下雨的意思 因此这个语的意思就不是什么次类活用 不是什么次类活用 好下面再请大家看一段 最上面是针 这个地 福 这是一个旗字 这是一个旗字 这个旗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看出来是一个货迹的旗 那么它表示疑问复词 实际上是这个假借用法 这是一个旗字 这个旗字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是一个人 前面是一个人 后面是一只手去追上去抓这个人从后边 这是它的本意 这边是金 金从造字结构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是应该是用来盖这个器皿的一种东西 这是从它造字本意上 四月 然后云 雨 来看这个雨字 好下面我们来看那个金文 地下出土的文献 最早的是甲骨文 主要是记录商代 记录商代汉语的一个记录 到了周代 到了周代 更多的是 这个 能够保留到今天的比较早期的 更多的都是 注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注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 这个金是金属的意思 是金属的意思 好 这是这段金文是出自国际紫白盘 这个国际紫白盘是西州宣王时期 西州宣王时期 铸造的一个青铜器 大家知道这个西州宣王是在公元前827年继位做了周王 继位做了周王 因此 继位十六二年 也就是从公元前827年又往后过了十二年 这周宣王地位十二年以后 也就是公元前815年 是不是 公元前815年 这一年的正月初级 初级是一个词 古人把一个月的时间分成四段 这一段就叫做初级 那么分段的这个依据 就是古人观察月下 根据这个月亮的圆缺 把它分成这个四个部分 初级应该是从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七初八 这一段就是初级 那么在初级这一段再加上丁亥 这个时间就非常确切了 好 下面国际紫白 这是一个人名 做宝盘 做宝盘 制作的做 本来就写成没有丹丽人的这个做 那么写成丹丽人的这个做 这个字 是 比方说人这个本来是盘坐在习字上 现在站起身来 这个过程叫做做 宝盘 就是做了一个珍贵的这个青铜器的盘子 下面 皮显 紫白 这个皮字 后来加一横 写成这个皮 我们知道这个过去人们起名的时候 经常会叫什么张皮显 这个陈皮显 皮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皮显就是大显 现在皮显放在紫白前面 很明显是赞美的词汇 就是显赫的紫白 状武于荣公 所谓 状武于荣公 就是在军事方面 它非常有才能 勇猛顽强 这是状武 下面 经为四方 这个为字 就是这个为 古代这个为字 还有这么一个写法 还有这么一个写法 在现代汉语当中 这三个字混得比较严重 是不是 比方说这个字从心 因此表示思为的意思 一定应该是这个为 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人这样写思为 是不是 本来思为就是思 这个为 这个为也是思的意思 这个为是实际上是这个为的一个变体形式 好 下面 博 法 咸允 博就是博击的博 那么后来我们一般写成是从提手旁 咸允是指的非华夏民族的北方的一个民族 下面于洛之阳 很多同学说这个阳是山南水北为阳 对不对 因此洛之阳应该是在洛水的北面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洛水是由北向南这个流淌的 因此这个洛之阳就应该是洛水的东面 如果是这个南北向的水流 那东为阳西为阴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下面 折手五百 我们读到这儿马上叫折 有这个舌的意思 使舌就是折 是不是 这个东西本身断开了 这叫做舌 如果是用力使这个一个东西断开 那就是折 我们就知道 这种用语音上的变化来区分不同的意义 到现代汉语当中也还存在 折手就是斩首 杀了五百名敌人 直训五十 这个训就是从盐旁的这个训 直就是捉住 所以直训五十这是活捉了五十个 试以先行 读到这儿大家就知道 这段名文实际上是押韵的 你们看从这个方 阳 行 都是押韵 试以就是以示 因此 先行 走在这个军队的前面 那是 在三军当中 勇武超人 所以这个先行在这儿是赞美 国际紫白的 勇武的 很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美